全新制级LS6还是太全面了呀 明明可以靠颜值 非得靠实力 那制级汽车呢 一直是新势力中的设计流品牌 一直在追求国际前沿的设计理念 此次进一步深化了与圣马丁的合作 在L6上非常受欢迎的 尼威斯兰 也是继续出现在全新的制级LS6上 你说你还有啥 换类巾柔断事件 卢浮拼接胡桃木纹试板 西光超频雕刻外观套件 ISC智慧灯宇 高通骁龙8295 西光雷达 这些设计迎合了年轻人的需求 提升了品质感 可谓汽车设计界的一股清流啊 你猜我信不信 全新制级LS6不仅研制设计上能打 背靠上汽集团 制级在技术上同样也是实力派 制级LS6首次实现了 全球唯一双电机零半径原地到头 什么 听上去定语好多呀 听清楚 双电机实现了三电机四电机 才能实现了原地掉头 这样的定语你加加试试 其实原地掉头更多的是 技术上秀肌肉 落地到消费者的使用场景上 全新的制级LS6 搭载的灵溪数字底盘 可以对标百万级别的卡验呀 无论 是零百加速 制动还是急速 都有明显的优势 当然这种时候就有人要说 这是用电动机欺负人 我只能挑开动力不谈 全新制级LS6四轮转向 除了可以实现原地掉头之外 还能使得这台中大型的SUV转弯半径 堪比高尔夫迷你这样的小车 别说上海的里诺 就连八地魔幻城市重庆都能轻松应对 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里要特别安利一下 一家之主的姐妹们 有了这东西的加持 这么大的车 你们也能轻松驾驭啊 考虑一下啊 还有这车新增了空气弹簧和CDC电控减震 有了这么顶的底盘配置 灵溪数字底盘上自研的VMC 可以综合调度底盘上六个方向上的协调融合控制 使得它的操控品质和行驶品质啊 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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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的话 可以到线下去试价一下 再去对比你自己的追不看 也许你的追不看会让你失望呢 那最后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一起来看 毛了一天了 现在心脏的压力终于放松了 子行这个后排坐着也挺舒服的 我想换新款了 赶紧换 哈哈